你好 欢迎收看《御见大人物》 我是许晶晶 讲到华人圈影响最大的音乐奖项 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金曲奖 对不对 不过其实在台湾 还有一座各家争夺的音乐大奖 就是精英创作奖了 简称为精英奖 同样是文化部举办的 但是跟金曲奖很不一样的是 精英奖它突破了很多现有的框架 融入了更多的元素 像是很多前卫的音乐 还有很多的创作元素都可以在里头 看到的是像是摇滚 民谣 电音 还有爵士乐 甚至是嘻哈等等 不同的乐曲风这些奖项 都在精英奖里头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今天《御见大人物》 就特别邀请到了 今年第七届精英奖的杰出贡献奖 得奖者黄瑞峰老师 老师你好 金金好 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 以及评审团的得奖者是 林水祥老师欢迎您 金金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两位大师来到节目现场 首先恭喜两位 我们知道其实两位得奖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尤其是在关注国内音乐的朋友们 一定都知道这两位老师真的是很大的 很大很资深的前辈 尤其是我们要讲说 要逼这支 大拇指的 虽然是10月29号才是颁奖典礼 但是我们想要先抢先听听看 两位老师在乍听到得奖的时候 一开始那时候的心情怎么样 还有得奖感言 我们先请教一下黄老师 老师说我很讶异 这是实在话我很讶异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得什么奖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乐手 所以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专辑 或者因为我都是在做单的音乐工作 我不知道这是突然颁给我这个奖 我觉得惊喜之后我都很压抑 完全意会不过来 就是很惊喜 很惊喜 但其实我们都觉得您得这个奖 非你莫属了 真的 因为就是默默在台湾推动这样的一个音乐 尤其是爵士音乐这一块 已经推动好几十年了 你像说土生土长 从小开始这样子 一直在接触音乐这一块 是 我是从小就学爵士乐 然后步入了流行音乐的行业 然后又回到爵士乐 然后再到跨界音乐 就是融合音乐的过程 所以这个奖颁给您是对的 不敢 另外要请教林森祥老师 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您今年这个获奖 可算是最受瞩目的 包括了这个 这个我伪装的专辑 风光入围 包括了这个最佳专辑奖 最佳创作歌手奖 最佳乐手奖 最佳摇滚专辑奖 还有最佳摇滚单曲奖 以及最佳民谣单曲奖 六个奖项都那一囊瓜了耶 这入围六个奖项 算是这一次的评审团奖 算是暖身而已 所以想问一下您得到这个评审团奖 您的想法 首先就谢谢评审团 就颁了一个大奖给我们这张专辑 《维装这张》 那因为这张专辑呢 就是题材非常的硬 因为是跟石化工业有关 跟污染有关的一个题材跟议题 那因为这张专辑呢 又跟那么多人的故事有关 而且都里面很多都是真实的故事 那包括里面的专辑里面又 放了好多其他艺术家的作品 譬如说摄影集 南风摄影集的钟胜雄 许正堂 还有 还有其他的那个摄影家的 关于污染的一些摄影的 创作的作品 还有图像 书法 这些都集结了很多的 应该是现在在台湾都是 真的是非常棒的 那艺术家的作品 集结在这个专辑里头 所以《维装》算是一个 有点像音乐书的那种感觉 音乐记录的那种感觉 音乐记录片 也可以讲是这样 因为里头我们故事的源头是 其实是从高雄后进反五清的 这个运动开始写的 写到关于六清这一块 其实整个跨的时间是 大概有将近二三十年的 一个时间的那种故事 所以歌词的创作是我的搭档 叫钟永峰 他其实都有实地的去田野探访 包括台西村或者是环境难民 现在变一个吉普赛的环境难民 他们怎么去到山里面 怎么流浪 他们走的路线是哪些 他都亲自去走一趟 包括五清的这些 现在运动的一些前辈 跟他们谈当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耗时了很久的 那个欧欣立写之作 大概多久的时间完成这个专辑 永峰他那时候说最早是从2011年 那时候国光石化的事件 本来是要在王公大臣那一带 本来要盖国光石化 在佐水溪的北岸 麦寮六清是在佐水溪的南岸 但是六清其实是 其实是世界最大的净游烈劫场 因为我们大概这两年 谈比较多有关空气的污染 指报PM2.5 雾霾的事情 PM2.5是证实是一级的致癌物了 那当时候因为2011年 彰化西州的吴胜老师 他就集结了很多 台湾的艺文圈的人士 出来对于这个事情表达看法 那当时候的运动 有一些新的发展 包括是那个信托 或者是那个社会运动者 比较没有像以前这么的悲情 是快快乐乐的在组织 在地方蹲点 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 一个不同的做法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就一路这样写下来 一路记录下来这样 所以后来老师 您那时候也是跟着一起 就是开始参与了整个专辑的制作 然后跟规划等等 所以一开始就想要 做这样子的音乐专辑 我其实是第一次跨出我的家乡 去写作品 之前我都是以我的家乡美农 有关农业农民的理财 但是第一次我夸到有关工业污染 这一块对我 对我来说我心里面 我觉得我必须要找到一个位置 去书写这个作品 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写 我后来有找到的 大概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女儿的鼻子有 那个慢性的过敏性的鼻炎 那因为美农 大家都以为说是好山好水好空气 是呀不是吗 没有美农的空气污染很严重 因为临近工业区 从高雄林园小港那边都过来的 所以美农也常常指报 我们的那个空污到了中央山脉 就上不去 它就下来 它都下来 这个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第一个 我找到了一个点是说 其实我要为我的女儿奋战 是是是 然后其实不仅仅是我的女儿 其实更靠近工业区的人 其实同样也是受到这样子的一个伤害 是 那第二个就是说 在武清后境的运动 那些长辈 我跟他们接触之后 我有一个很亲切的感觉 很像我们美农的长辈 但是人的感觉很不一样 美农的是知识分子在带领 后境地区是有那种 很有很草根的那种草根的性格 其他人的特质很像 感受很像 理念也很像 是 所以这次违装能够 获得评审团奖的话 您的感觉 是不是这样一路的辛苦 或是说我在关注这个议题 也被大家看到了 您的那个感觉 我们当然是希望 因为应该是这两年来的 关于空气污染的 这一块大家开始有比较多的讨论 包括是最近发生的 彰化市台化的事件 以及在麦寮的 桥头国小的许错分校的争议 这其实都是这一两年 大家都在观察的重点 包括是环保署署长 李英元李署长 是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 他就讲到是说希望能够空气污染 品质不良的天数能够减半 是他施政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所以我们也是很期待 所以在音乐创作人的 心路历程上面 你在创作这个音乐 是跟时事做结合 跟历史记录 甚至是社会议题做结合 然后能够获得评审团的肯定 应该是有这样的意思 我另外要补充的是 其实我们乐团裡面的 打击乐手无证军是黄瑞峰的徒弟 是黄瑞峰老师的学生 也许很多观众 如果你真的关注在音乐领域的话 真的会知道现在我们这两位 都是大师尤其是黄老师 讲到黄老师是 爵士音乐里主师级的大师 刚刚讲很多学生是 很多老师的老师了 主师级的大师是黄老师 这军事很棒 真的 因为他在推广爵士乐 已经好几十年 刚刚我们提到 甚至被外界封为是台湾鼓王 真的是台湾鼓王 老师很谦虚 因为他从14岁的时候 刚刚其实我们大概提了一下 他14岁的时候 就在乐团当Band Boy 就是所谓学徒开始 一路走来用心 用力在推广这些音乐 所以我们想请教老师 刚刚其实林生祥老师 有特别提到了一下 他从音乐创作 关心农业之外 现在关心到了另外一个层面了 关心到空污问题 相关的一些历史的问题存在 也把它做成专辑 您在看台湾 尤其是你从小这样一路走来 你觉得台湾这个音乐的演变 跟您整个心路的转折 您觉得台湾音乐 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是这样的 我刚刚听森祥老师讲了 我觉得很感动 我自己很惭愧 因为我自己 沉游在音乐的环境里面 我比较不属于创作类型的 我是音乐工作者 在您作育音才 没有 但是 譬如说在音乐的领域里面 我是在录音室 演奏 这一类的里面 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些过程里面 我设立比较少 比较没有那么理解 不同领域 所以我觉得像林老师的作品 我前几天也看了一下 的确是非同凡想 我觉得个人觉得很棒 早期的音乐跟现在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受西洋音乐的影响 日本音乐演歌的影响 到了现在已经很融合的 各种各类的 刚刚您念过那些些 奖项都很特别而且 比较不是我们一般金曲奖里面 看得到的了 而是在精英奖里头 可以到把各种多元化的元素 给纳进来 让大家重视到 对 他已经进入到 不是一个非主流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最大的差别 也不是次文化的问题了 不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个人觉得 像林老师的这个 他的有主题类的这种音乐性 对他的创作来讲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个人觉得 就我个人涉及的是演奏方面的 演奏演奏 所以我觉得很多都需要学习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 所以时代不同再转变 对 因为以前是很专注 从学徒是很扎实的功夫 慢慢练 慢慢练 每一种乐器都去练它 但是现在多媒体在发达之后 每个人都可以摸音乐 各种混合都来了 对 就好比是 我从小我最喜欢的是溜冰 所以我想这个不可能 因为溜冰都是女生比较多 以前小孩子看人家溜冰 因为没有钱不可能溜冰 要到溜冰场 要穿四个轮子 到了现在你看 任何一个小孩子只排轮 三四个轮子 就又可以飞又可以跳 就我们的音乐好比是这样子 就变化很快 而且不需要说制定的 你应该怎么样才能做这个 不要有框架 不需要有那些框架 都很真人事的这样子 你就可以玩得很开心 那会不会有人说 那这样音乐就不 这样讲道地吗 音乐就没有所谓的传承 或是道地了 会不会少了这一块 我们一般认为的传承是说 这是一个系列的 比如说这是国乐 这是西乐 这是古典乐之类的 其他的就不叫传承了 对不对 比如说以前有人说 千万不要去学笨鼓吹 什么 对 有人这样讲 对 我弄过也没有套路 对吧 一样的道理 对 现在小孩子 跳跳跳打打 怎么唱Rap 什么都有 我记得前阵子 我去拼了一个比赛 我听了那个曲子 都很感动 因为现在年轻人的 创作思维 跟我们的想法 是真的不一样 他们真的少了很多的框架 应该这样讲 而且现在的家长也比较愿意 让孩子去接触到音乐这个 比较不会说像以前 只能学音乐 我们不要讨厌 才去学音乐 或者是说 就是比较属于那种 除了钢琴 那些主流音乐之外 其他的好像就是比较 一般在玩 都已经算了 不像是真正有一个 专门的学科 这样子 那到以前的创作 还需要经过审核 对 所以有一些你想 你想讲的话表达的话 有些致意的内容 它就会被取消掉 所以这也是一个 现在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真的 好 我们刚刚听到了 林老师跟黄老师 他们特别提到了一下 在台湾这样一路走来 音乐历程的转变 我们现在要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要继续跟两岸老师 谈谈他们的音乐人生 以及未来 对于台湾音乐 还有什么样的期许跟创作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遇见大人物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一谈 精英创作讲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两位都是大师级的人物 首先到的是我们的这个 台湾鼓王 我们这个爵士鼓当中 祖师级的大师 是黄瑞峰老师 同时呢 还有一位是我们这次得到了 评审团特别奖的得奖人 我们的林生祥老师 也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台湾的音乐创作历程 那么刚刚其实黄老师 特别提到了 他其实从小 是从很传统的 这种学习音乐的方式开始 是从这乐团 当这个band boy 从那个学徒开始 慢慢做起来的 但是其实到现在的大师 刚刚其实广告时间 林老师有跟我们 特别提了一下黄老师 他是很多老师的老师 台湾来讲 目前虽然感觉上好像是 从土生土长的 这个音乐大师 但是在您的身上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 西洋元素 就是流行音乐的元素 跟台湾传统歌谣的融合 尤其我们知道 用爵士鼓来编曲 编到了台语歌里头 像洪荣洪 沈文成 Vancento 对不对 其实您都创作很多 很难想象它可以结合 这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那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就您在您身上这么典型的 不冲突而融合的中西文化 你可以这样讲 台湾跟国外的文化 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融合 以及我们在目前来讲 在音乐上面 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 就是台湾现在目前的状况 怎么样跟国外比起来 你觉得 这说起来蛮广的 我先说我个人 因为我个人 其实从小是看布袋戏 看歌仔戏 皮影戏 但是很台湾人 对 事实上我本身是很喜欢 传统乐器的 就从我做的曲子里面 可以看出来有唢呐 二胡 那种感觉 譬如说老兄楼 对 老兄楼就是沈文成 沈文成唱的 这样子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能够创作 真的我不知道 我完全没有想过我创作 只是说 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对 这个可以 我们得到一个答案 就是说其实不是不懂 就是小孩子慢一点讲话 不是说他不会讲 但是还没有开口 但是他头脑里面装了一些资讯 那我就可能就是一个例子 我弄了几十年下来 他说请我做个曲子 我说曲子我从来没想过 我吃了唱活经跟君歌以外 其他我不懂 还有一个就是 我在演奏曲子的时候 我慢慢的融入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演奏的画面 我不是到西方的国家去 因为我没去过 我没去过 我没有去过在西方里面 受过西方的音乐教育 所以你创作第一首 沈文成大哥的那一首 老兄楼的时候是大概几岁 那是应该是1990年 90年还是80年末 所以你前面已经累积了 一长段的这个 对 对 我常常哼哼哼 但是我就是没有唱词 但是我是会哼那个音乐 常常在哼 对 南腔北调的什么 因为我在演奏 包括西洋的 什么拉丁的 什么各类的都有 但是就是喜欢哼哼唱唱的 但是因为我本身就是 就是我们在演奏的时候 听着音乐走 比较没有去注意 他的歌词的内容 随着音乐的起伏 然后音乐的飘逸这样子 然后我在演奏的时候 我的念头都会想说 其实上我打了JS 可能我的画面 不是去到纽约 我就在台湾 看不在戲 对 真的是这样 看不在戲打绝事业 所以我在打的时候 我就没有束缚说 我要像一个纽约的什么鼓手 像一个鼓手 没有 什么不用什么黑人雷鬼 什么之类那些不用 对 所以我很佩服 现在年轻人 他就是有很多的想法 但我可以感受得到 因为就没有束缚 我们因为束缚太多 把衣服什么什么都要拆掉 慢慢来说 我又回到原来的我这样子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所以其实您的感觉是说 其实当年的你就已经是 比较不给自己设线的人 是 对 很多人去学学徒 老师傅都会说 你就要这样 照这个线 规划的线来走 但当年你就不是这样子了 对 所以我一直跟不同的乐团的组合 也去学习的原因就是 譬如说我们不是看指挥长大的 我们是听节拍器长大的 对吧 所以我们学的看指挥 还有跟交响乐团的合作 学习这些 然后你会有融合更多的 就技术上来讲 或者是音乐上来讲 不管是风格 或者是技巧性 你会比较轻巧 要不然你介于 在于节拍器上 等等的束缚也有很多 对 就会觉得好像 应该这个时候 就应该要怎么样 就是被绑住了 绑架了 被节拍绑架也有可能 对 就自己没办法驾驭这样 是 反正你现在是驾驭的 游刃有余这样 所以我完全 你问我说什么 我大概不知道 因为到了 就好像我们跳的水一样 你又自然可以游泳 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对 我没有自信说 我先游碟市 因为碟市肯定不行 要挖市才可以 因为要泡很久 所以我觉得这个耐力跟坚持 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您融合在一起 发展出一套皇室 不敢 对 就专属于老师自己的风格 对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 要从事音乐的后备 也是一个方法 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鏡 就是不要射陷 不要射框框 是 尽量多多去探索 去摸索 对 是 正确 林盛祥老师 因为我们知道您其实在 从关心议题开始创作音乐 您会不会觉得说 其实大家在创作音乐这一块 因为现在看到很多种音乐都出现了 人家讲地下音乐 什么音乐 其实很多年轻人 是为了抒发自己的一些感触 或者甚至是有一些分事技术的想法在里头 您会不会建议年轻人 其实应该要走专题式的音乐 或者是怎么样去创作音乐 会比较好 您的看法 我大概很难会给这样的建议 因为我想各式各样的音乐人都有他喜欢的类型 有人喜欢爵士乐 有人喜欢Hik Hop 有人是搞摇滚或搞重金属 每一个领域其实 虽然同样都是音乐 可是其实他的 对我们一个音乐人来讲 要做那种声音其实还是有门槛 所以各式各样的类型 而且很容易到最后人家会说 怎么变得似不像 会不会变这样 要融合的话 那也要对应该音乐的类型 还是要能够研究 砖研下去 至于说是不是 一定要什么概念之类的 不过这个是牵扯到每一个人 创作上面的不太一样的想法 因为我是大学的时候 收到英国乐团Pink Floyd The Wall那张专辑 那张是概念双唱片 所以这次违装 我们是做概念双唱片 那也是我生涯第一次 同一个时间挑战双唱片 所有的歌曲都是 每一个故事都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那个 非常疲累 非常疲累 但现在完成了 然后又得到这些评审团的肯定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 非常非常欣慰 是啊 不过我觉得因为议题很沉重 很沉重 所以现在还在沉重 希望能够更轻盈一些 更轻盈 对 所以这是你未来 如果再继续创作 这一方面的 像类似议题式的 专题式的这种 这种音乐纪录片的过程当中 希望它再轻盈 怎么去轻盈 有些议题真的好沉重 尤其在你接收了这么多人的故事之后 就是怎么样把它消化吸收之后 再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 轻盈的方式 来跟大家宣导 是啊 我想我应该要拜访黄老师 看能不能够做的 可以让我更轻盈一些 但是真的感动很多人 这次的伪装 今天很可惜 在节目当中 没有办法听到你的音乐 或看到你的书 不过记得 其实这一次在10月29号晚上7点 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 第七届精英创作奖上面 就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 老师的专辑了 对不对 我想那个颁奖典礼 其实很好看 很好看 因为现场是真的有音乐 是以音乐为主角的颁奖典礼 包括现场的演出 其实我觉得精英奖的颁奖典礼 非常好看 而且听说今年的颁奖典礼 你还是会持续的大玩创意 所以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们 不要错过这一次的精英奖了 那么也非常谢谢 我们今天 来到节目现场的 我们精英奖 结束贡献奖的得主 我们黄瑞峰老师 谢谢 还有我们评审团奖的 林申祥老师 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 遇见辣文物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午一会见了 谢谢老师 谢谢你 所以10月29